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是可以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Vlook二函数 我们先来看一下 Vlook二函数呢 这个函数有四个参数 我们输入等于Vlook 这个时候参数就出 函数就出来了 按tape键 四个参数分别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匹配的值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 什么情况下可以用Vlook二函数呢 一般来说需要有两张表格 这两张表格呢 有共通的字段 比如说共通的字段是这个功耗 对吧 都有功耗 我们可以通过功耗来进行匹配 然后呢 其中一张表缺失的某个字段 但是这个这个字段呢 是可以通过功耗来一一对应的 对不对 好 这是先决条件 两张表 有共同的字段 然后呢 可以通过共同的字段进行匹配 刚好这两张表是符合条件的 四个参数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共同的字段 好 就是要通过哪 什么值来寻找呢 当然是功耗了 所以说我们输入007 第二个呢 是匹配的表格区域 我们要匹配这个表格区域 对吧 多好 第三个呢 是我们要匹配的这个姓名 在这张表格里面 它是属于第几列呢 是第二列 记住这个第二列并不是说从左到右属第几列 而是说呢 以以这个功耗 以匹配的这个标准为第一列 而然后呢 他比如说这个第一列 那这个是第二列 对吧 以匹配的标准为奇迹 为奇迹 它是第几列 然后呢 最后一个参数是什么呢 是匹配的模式 一般来说呢 我们输入00表示的 是精确匹配 这样的话 四个参数就输完了 按回车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知道区域的话 一般来说 都是要用绝对引用的 这个时候 这个函数才算真正的输入完成 双击快速填充 对吧 所有的姓名就被填充进去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稍微复盘一下 看一下这个四个参数 第一个 用于匹配的 好 用于匹配的字段007 第二个呢 用于匹配的这个区域 是这边 第三个 啊 我们所要啊 最终所要 所要的这个匹配的这个字段 它所在的行列数 是第二列 那比如说我改一下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我把这一列 Ctrl X Ctrl V 哎 这个时候都是零了 那个时候我们还说参数要怎么变呢 首先区域就变化了 对不对 区域的话是 这个区域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时候列数是第几列 从这边开始 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它是属于第三列了 这个时候按回车 对不对 然后呢 同样的区域要用绝对引用 在双击填充 这个时候结果是一样的 好的 关于Vlog2函数呢 就介绍到这里 本集结束 我们的零基础课程 就已经全部完结了 非常感谢大家 对向天歌的支持 我们会更用心的研发出 大家喜爱的课程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每个人都有些无所适从 我们的大脑CPU 面对各种各样的资讯 已经有些手腕脚腕 甚至让我们觉得很焦虑 但是学习仍然不失为 解决焦虑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大脑也要不断地学习哦 我也要给自己充充电了 我还会回来的 再见